这是一列即将发生事故的列车 然而没有人知道 走在事故发生的前几分钟 路上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现象 它仿佛与另一个世界连通 带领乘客驶向地狱 我来到了第一节车厢 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大部分的旅客都被旅途时的劳顿带入了梦乡 而唯独这个小男孩一直盯着我看 当进入第二节车厢时 我感到很奇怪 这节车厢上有很多的细节 似乎跟第一节完全一样 并且他们都是七号车厢 一节火车里会有两节七号车厢吗 我小心翼翼的走到前面 果然那个小男孩就像刚才一样 一直盯着我看 进入下一节车厢 虽然依旧是七号车厢 但是气氛似乎跟刚刚有点不一样 奇怪 是哪里不一样 我来到之前南海坐的位置 它已经消失不见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看着我 我头也不回的往后跑 前面车厢的续号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六号 我是要离开那里了吗 我小心翼翼的前进 这次似乎没有什么奇怪的事件了 但是却有另一种违和感 是什么 这次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